上个月我们总结过与之波异族的所有成员和能力 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来看看与之对应的千手异族的成员及能力 以及关于千手异族的各种弥团 千手异族的祖先是六道仙人的次子阿修罗 继承了六道的仙人体积生命力和身体能量 这方面在漫画和动画中表现的都不多 而且在动画中还把阿修罗刻画成了吊车尾 直到阿修罗得到老爸传功之后 才有了和哥哥英陀罗一较高下的资本 这其实和漫画的设定有些冲突 打败哥哥英陀罗之后 阿修罗带领族人经过长年的发展 千手异族才在人界诞生 提起与之波异族 人们往往回想起血轮眼 而千手异族在大众的印象中是查克拉量巨大 生命力顽强 不过这个特点只是在千手柱间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其他千手族人身上表现得不多 所以千手异族靠什么对抗与之波一直是火影一大谜团之一 我们先列出千手异族出现过的所有人物 根据他们的能力就能推断出来千手异族究竟擅长什么 千手异族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住坚的老爸千手佛坚 他性格老派固执 是个为了家族可以不顾一切的狠角色 以武士刀和苦无为武器 特殊能力不明 也没什么像样的战斗 接下来就是住坚四兄弟了 住坚是老大 二弟飞坚 三弟瓦坚 四弟板坚 兄弟四人的名字组合到一起就是一间简单的房屋 先说三弟瓦坚和四弟板坚 他们俩都没活到成年 其中瓦坚被羽翼一族杀死 板坚被羽智波一族的五个成年人围攻杀死 均没有展现什么特别能力 然后看住坚 比查克拉亮的话 住坚是六道之下第一人 名副其实的查敦拉 比生命力的话住坚更是受伤自愈 在这要心疼下羽智波般 跟住坚这种怪物打了一辈子 真是苦了他了 住坚之后是飞坚 飞坚人称水盾宗师和禁术大师 他的禁术我们比较熟悉图转生 多重引分身和护城起报复 并且飞坚还不止这些 他发明的飞雷神教自己成为了 那个时代的人界第一神速 他还有当时几乎第一的感知能力 此外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幻术黑暗形之术 这个术在漫画中是由初代使用的 而到了动画中则由飞坚发动 我倾向于兄弟二人都会这个术 因为这是对付血轮眼幻术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 此外二代还展示过查克拉爆发的能力 不过他这个能力远不如初代 住坚一下就把弟弟干得没脾气了 接下来是牵手桃花 时常站在住坚身后 是住坚的亲信 是牵手一族为数不多的女强者 擅长使用幻术 连其他村子都知道他的大名 然后就是刚手 刚手最为人知的能力就是医疗忍术和怪力 其实刚手的怪力和初代二代的查克拉爆发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依靠自身强大的身体素质配合查克拉运用 所使出的能力 需要精确地控制查克拉 不过刚手的查克拉量远远比不上两个爷爷 表现上也就差了一些 最后是神树 他是刚手的弟弟 长相酷四名人 不过在接受了刚手的死亡项链之后 就在战争中被炸死了 他也没展示过什么能力 以上就是火影中所有明确的牵手一族的族人 其实只有三个人有明确的战斗戏份 就是初代二代和刚手 其他人不是没成年就是没戏份 从他们三个人身上能总结出来的牵手一族的共性 只有查克拉爆发能力 这可能就是牵手一族内强者的共同能力 而在具体的忍术方面除去住坚之外 二代是全面型忍者几乎什么都会 刚手是医疗忍者 还有一个公式书中有记载的牵手陶华是幻术型忍者 医疗忍术和幻术都需要对查克拉精准控制 所以牵手一族的真正能力可能是能精确地控制查克拉 换句话说是族内容一出天才忍者 比如小英虽然不是牵手一族的 但她的设定就是小刚手 在忍者学校就是首屈一指的天才 前期小英看上去那么弱只是因为没有家族传承 败了刚手之后很快就成为忍戒一流的医疗忍者 而二代由于精通查克拉控制 才开发出了各种竞术 这项能力让她在研究中事半功倍 接下来第一个谜团 牵手一族看上去没什么血迹陷阱 他们是靠什么对付宇智波一族的血轮验呢 其实是大家被宇智波一族的几个挂臂误导 虽然宇智波被灭族 但在牧业牵手一族除去刚手之外比宇智波消失得更早 有记载的年纪最小的族人是神树 名人佐助12岁的时候 刚手大约50岁 而神树如果活着大概有45岁 推测神树应该和佐助的父亲宇智波复月是同灵人 而在复月之后 宇智波出了几个挂臂呢 有宇智波带土 宇智波止水 宇智波又 宇智波佐助 如果牵手一族能延续下来 族内宝不准就能出现四五个和飞奸差不多的人 如果不算这几个挂臂的话 用佐助的话说 宇智波一族内开启血轮眼的人都是少数 而且即使是族内的强者 像族长复月左膀右臂的宇智波八代等人 在十二岁的右面前也不堪一击 完全是弱鸡的表现 所以不算几个挂臂 一般的宇智波强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完全是又等人拉高了我们对宇智波一族的印象 这些所谓的强者无论是碰上刚手 还是二代完全是不堪一击的水平 接下来关于千手一族的第二个谜团 他们究竟是怎么消失的 先说我的观点 这完全是剧情上的罢了 因为火影连载时间较长 前期完全没想到这个问题 对于千手一族的灭绝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千手一族全部隐去了姓氏融入了忍村 这体现了千手一族对木叶的爱 如果这是真的 其他有名的家族应该纷纷效仿 比如原非一族 至村一族 秋道一族 奈良一族等等 但这些家族没一个效仿的 甚至明云这种需要隐藏姓氏的人 全村人都知道他叫漩涡明云 所以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刚手没用姓氏那是因为刚手的名字来自尔雷也豪杰物理 而且木叶三人的通灵兽在火影第四话中就已经现身 所以刚手是远比千手一族出现早得多 还有一个说法是千手一族在三次忍戒大战中全部战死 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 千手一族是木叶第一大族 按照之前说的 如果家族能延续下来必将诞生数位隐级高手 即使这些人全部战死 要是都也会挖坟把他们挖出来 叫他们在忍戒大战中一展风采 除去这两个还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就是住坚死后 木叶为了重获木盾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 而千手一族的族人必将是实验重点 因为他们和住坚血缘关系最近最后可能成功 然而实验进行了几年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而这导致了千手一族大量的族人死亡 进而全族灭绝 不过这感觉千手一族灭绝的比宇之波一族还惨 而且如果这是真的 那三代的执政能力也太弱了 第三个谜团千手住坚死亡之名 初代是怎么死的一直没有定论 公事书中有过两次描述 分别是由于当时是乱世 所以村落建成后他就辞世了 另一次是达成创立村子的大致后不幸辞世 而钢手说 初代和二代都是壮志未仇之时为了保护村子而牺牲 可在初代杀死宇之波斑之后 人者世界在他眼中已经和平了 虽然隐患上在 但用他自己的话说 后人一定比前人聪明 交给他们就好 所以初代究竟怎么保护村子而牺牲一直是谜团 以上是公事书和漫画中的描述 有人推测初代是在河斑战斗后 重伤不制才死掉的 如果这样的话 终结谷的胜利者反而成了宇之波斑 因为他通过伊贤纳奇复活了 这不符合生前驻间一直强鱼般的设定 初代被大蛇丸汇图转生之后 因为还原的是他们临死前的状态 看上去初代也就50岁左右 身上没什么衰老的迹象 所以初代肯定不是老死的 而他自己又有任何伤势都无需结印的能力 所以战斗的伤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以说初代的死就是一个解释不了的谜团 如果让我解释的话 只能说初代因为杀了班 出于自责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因为思念般病死的 第四个谜团 二代火影在最终一战中 为什么不用飞雷神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感知到几十个人的追击部队之后 二代觉得几方的七人小队凶多吉少 他才一个人留下来拖住对手 他想走的话确实随时都行 可如果他走了的话 那几个看上去并不年轻的木叶的鱼 原飞日展和团葬等人必将被敌人追上杀死 将他们几个带上用飞雷神回木叶可行吗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飞雷神有个设定是只有在精力充沛的情况下 才能带物体顺移 而且带物体顺移更多体现在四代身上 二代虽然是飞雷神的开发者 但他玩飞雷神并不如四代玩的溜 还有人觉得二代死的冤 其实二代面对的是金角银角 加上几十名上人的追杀部队 金角银角相当于是两只小九尾 海外带几件六道法宝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二代火影还能完成任务 这就足见二代是超影级的实力 造成人们觉得二代死的冤 是忍戒大战战力膨胀的恶果 大战期间二代各种竞数丸的飞起 但看看杀死他的金角银角兄弟 看上去确实强 就是脑子不太好 再加上他们俩的绘土形态 又不是被影集连者干掉的 这才让人觉得二代死的不值 好了 关于千手一族的谜团 在火影中就这么多了 在博人传中又出现了一个 疑似有千手一族血统的人 就是风济萌皇 他的设定书中有目盾的特别能力 但他究竟是不是千手一族的后人 还不得而知 好了今天先到这 拜拜